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謝恩吉謝老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個發生在宿舍裡頭 真實的一個靈異故事 某個公司因為他們公司還蠻大的 他們是層住的這一塊幾個房間 作為他們的員工宿舍的地方 話說這位楊先生出差 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他們就想說公司有宿舍 那你就省到去飯店的錢 下班的時間他蠻晚的 然後習慣洗澡的時間 他不喜歡人多的時間去 所以他都會比較晚 大概差不多在12點到1點多 他注意到一個奇怪的事項 就是說他在洗澡的時候 洗完澡以後在洗衣服的時候 都會看到有一個女性的朋友 他不知道他是誰 這個女生都會穿一個 這個日本的和服 但是他就覺得有點奇怪 第一 現代的人喜歡穿和服 好像不太多 第二個 我已經很晚去洗了 為什麼這個女生 他是做什麼工作 為什麼也都這麼晚 那於是他就想說 反正見過幾次面 跟他打打招呼好了 於是呢 就在這個女生洗完澡出來的時候 他就跟他打個招呼 然後這個女生就對著他笑了笑 他就想說 唉唷 這女生可能對他有好感 然後他就跟他笑一下點個頭 很奇怪就不自覺的 看一看他走到哪裡去你知道嗎 看他走哪裡去的時候 人不見了 當然這個過程他大概就是幾秒鐘的時間 他想 哇他腳程好快喔 那應該就是前面這幾間吧 他大概心裡這樣想 後來他也沒想那麼多 反正每天 如果他真的都這麼晚的話 一定會再碰到 所以呢他就回房間去 這個晚上他開始夢到對方 夢到一次兩次三次 他就覺得今天晚上一直做夢 都有夢到他 過來這隔一天 他又去洗澡 洗澡的時候他就想說 有沒有可能今天又跟對方不起而遇 果然這個他等他洗完之後 故意在外面洗的時候 他還特別慢慢的洗喔 所以他在洗啊洗啊洗啊 抬頭 唉唷 那個女生來了 唉呀娘娘 然後這女生又就進去裡頭 他每次來都是穿和服耶 重點是 但是他和服為什麼都穿同一套 啊 是不是這套和服 其實是他的浴袍 他心裡這樣想 然後想說好吧 那待會他出來的時候 再跟他聊聊天 所以他又繼續在洗 就聽到裡頭他在洗澡的聲音 終於等到他這個女孩子出來 他說你好你好 我是那個幾號房的那個 我楊先生 對方又對他笑了一下 也沒講話 又走過去 走過去之後呢 他想說這次要不要稍微盯一下 他到底在哪個房間 他怎麼沒有看到人 他心裡想大概可能那個女生 有刻意閃躲吧 就是不想讓我看到他在哪個房間 剛要睡的時候呢 房間門響 唉 這麼晚怎麼可能也會找我 他心裡有沒有想 會不會是那個女生 因為我剛才跟他講 我是睡哪一間的那個 有沒有可能碰到厭遇啊 他心裡頭 剛想完門一打開 果然外面是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二花不多進來 就跟他就是跟他笑啊聊啊 果然厭遇就發生了 所以他醒來之後 這女生沒有在房間裡頭 他想說那他應該是 半夜起來回他的房間去 很特別的地方是 每一天晚上 這個女生都會進他房間來 然後跟他一番殘眠之後 醒來之後呢 這個女的一定不在房間裡頭 他想說這個女生 他都會在天亮之前 就是想說 比較不會被別人看到吧 半個月很快就到了 所以他想我要離開了 今天晚上就一定要跟他打個招呼 跟他說一聲 於是當天晚上 他也是就跟對方講 他說 來這邊出差的時間到了 我也要回去了 電話這是我的電話 到時候如果說那個話 我們其實都可以再聯絡嘛 那其實他也心裡想就是說 找不到留下這一線的情緣 那後續還有機會再做接觸 那寫好之後呢 他就放在桌上 那當然天亮醒來之後呢 這女生果不起來 又是回到房間去 問題是這個 他留下的這個字條 還在這個桌面上 他想他糟糕 沒有把他帶走 好吧 那就收一收就回去了 回去之後呢 一直很思念對方 很想對方 果然 在某天晚上 他的房間門被敲了 他就想說 會是誰啊 這麼晚來 然後打開 哎呦 是那個女生 他非常高興的 果然這個又燃其愛火 他們又是一夜殘眠 那當然 醒來之後這個女生 果然又不著痕跡的又離開了 但是基本上來說 家人 公司的同事 他們覺得他不對勁 為什麼 因為人在這個 所謂的氣色不好的時候 是看得出來 比如說他的臉 變得灰暗 沒有光澤 那麼眼睛 變得黯然無神 那麼這個黑眼圈 變得特別的明顯 綜合以上幾個觀點 他們都覺得說 他是不是有遇到了什麼樣的東西 同事就開始問他說 阿你 你是最近有碰到什麼 什麼不乾淨的 他說沒有耶 那 你有碰到什麼奇怪的事嗎 然後他一開始是 呲呲呜呜的不太敢講 後來他就跟他講 他就說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說 他這次去 就是碰到一個艷遇 他就把這艷遇講給他聽 你給對方聯絡的電話 那個還在你身上 他摸一摸 有啊在我西裝外套裡頭 他就伸手在西裝外套裡頭 找了找 哎呀 就是這一張拿出來給他看 他仔細看了一下 他的同事直接看一下 上面寫到他的名字 還有聯絡的電話 欸問題是 上面並沒有寫他家的地址 他說 你那上面沒有寫地址 你是有跟他講你家住哪裡嗎 他說沒有耶 他說不對勒 真的不對勒 好那我幫你問問看好了 於是他的同事 就立刻撥電話 嘿老師 那這個他這種情況 有沒有可能是 碰到什麼不乾淨的東西 有可能是 但是要請他就是來 面對面看一下 他是不是有這個 我們講說 人家講的 是不是重邪有重邪的面向 啊這個 如果真的碰到不乾淨的 那臉上 他也有一定 他有他的特徵出來 當觀眾朋友 如果你把眼皮往上扳的時候 看你的眼珠的上方 如果你也出現灰色直線 表示你可能被人家這個下了膚 但如果你扳開之後 你發現哎呦 他是黑色的直線 那你有可能中了人家的降頭 那如果你把眼皮往下翻 看看眼珠的下面 眼白的地方 有沒有很多黑色的斑點 如果上下足夠都沒有黑色斑點 而只在這個地方出現黑色斑點的話 表示你被人家下了膚 當他碰到非常陰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可能從他眼睛的後面 出現這個所謂的紅色的血絲 直線 貫穿他的這個所謂的眼珠 紅線貫穿到眼頭來的時候 在民間的說法 這個人就已經沒有救了 所以來的時候我發現 沒有紅線喔 表示這個不是那種很兇的靈 但是他的氣色非常的暗淡 而且基本上來說 他的元氣好像比較不足 當時看了一下我就說 那 你可以告訴我 對一方有跟你說什麼話嗎 他說沒有 他從來沒有跟我講過話 我說那你也很厲害喔 都沒有跟你講過話 你還可以跟他交往這麼久 後來我就說這樣好了 你現在這樣子我也沒辦法找到他了 你要不要試著眼睛閉起來 你專注的想著他的樣子 好 那我來幫你看看怎麼處理 OK 他就眼睛閉起來 專注的一直想著對方的臉 想著對方的臉 想著對方的臉 我們就開始幫他OK 溝通 原來這個女生呢 他日據時代的時候呢 他以前是住在這個地方 那非常年輕 那因為有一次意外 身亡 但是因為他是未婚的狀態 那麼當然發生事故之後幾年了以後呢 這個地方改建了 改建了 他的父母親呢也回到日本去了 只有他的這個魂魄沒有被帶走 還是留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是他出生 一直到往生的一個地方 那因為他也沒有結婚 那沒有想到第一次有人對他表示好感 所以可能就這樣就委身於他 這個女生並沒有惡意啦 不過基本上來說的話 如果你們長久這樣子下去的話 其實我覺得會對你不好 那有兩個方式你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方式呢就是想辦法把他超毒標 第二個方式呢就是 你有沒有考慮明婚 那這樣子呢 你們兩個人就可以明正言順的 就是正式的在一起 他後來想了想了又想 他決定就是希望我們呢 幫他做就是看怎麼樣把他超毒掉 我常常在講啊 我們人會溫暖 就像一杯什麼 就像一杯熱水 那靈界的這個好兄弟呢 他其實他就像一杯冰水 那當然基本上他並沒有要侵害你 沒有侵蚀你 他沒有要把這冷水倒在你的杯子裡頭 但是當你長期跟他靠在一起的時候 你的溫度就會不自覺的傳導過去 也就是你的能量會不自覺的傳導過去 那你說他硬要吸收你的能量嗎 不是 但是你的能量很自然的就會流失掉 如果觀眾朋友喜歡我們的故事的話 歡迎你在我們的下方留言 那麼也歡迎您訂閱 那麼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能夠下一次我們想要聽任何的這個靈界故事 我們都會在這邊跟大家一一分享